美国国务卿迈克·蓬佩奥星期五来马拜会首相马哈迪 恭贺马哈迪在第14届大选中大获全胜 蓬佩奥也是509大选后前来拜会马哈迪的最高阶美国官员 他在星期四抵达吉隆坡 对三个东南亚国家展开为期五天的官司访问 他在会见马哈迪后将会启程南下新加坡 出席东盟外交部长会议 外交部早前发文告指出 同佩奥房马将为马美两国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 讨论牵涉共同利益的广泛双边区域和国际课题 马来西亚是在1957年 也就是当时的马来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 与美国建交 华盛顿和吉隆坡则是在2014年4月提升至全面伙伴关系